好的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有几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 现在就是乌克兰反攻 到底开始了没有 因为这个将是 最后扭转俄乌战局结果的一次 一个反攻的行动 我个人认为 乌克兰的大反攻已经开始 什么时候呢 5月9号 也就是俄罗斯在庆祝 他们二战胜利日的时候那天 而且是静悄悄的 在巴赫木特 悄悄的展开 乌克兰其实对于 对于他的大反攻 他不需要大肆的这个喧哗 他保持一个低调 然后让敌人无时无刻处于一种 随时要被反攻的那样 紧张的状态之下 这个就是一种战略心理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战术的 一个行动上来加以证明 有几个战术行动可以证明 第一个 重新整编的这个亚树营 行政了第三突击旅 那么重新回到了战场 介入这场战争 你既然要反攻 你一定要派出最精锐的 那么亚树营参战就意味着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术的指标 另外一个就是第59的 机械化步兵旅 也介入了战场 参与了这个反攻 这就证明怎么样 这个就是说 整个气候条件已经满足了 那个尸土的动土 已经硬化了 所以这个机械化的部队 已经可以在平原上开始移动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性的指标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性指标 就是乌克兰居然用了 1990年代美国的爱国者飞带 拦截了 号称是 无人可以挑战的 俄罗斯十倍因素 十倍因素的这个 叫做匕首飞带 而且最近 而且全部击落 全部拦截下来 那么这两天又击落了什么东西 俄罗斯的伊斯坎德飞带 换句话说 整个乌克兰的反攻系统 已经建构起来了 过去就是一直 眼睁睁地看被俄罗斯滥炸 现在这个飞弹过来的时候 已经几乎是100%的 有效的拦截 这就是意味着说 这个反攻已经 至少已经开始了 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我认为乌克兰它应该不会是 一次兵团是大规模的大反攻 我认为它应该是 小规模的阶段式的反攻 那么我认为会有一个 三阶段的一个反攻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先解放巴赫姆特 因为巴赫姆特残战了快十个月 也必须要把这样的 虽然没有很大的战略地位 但是有很大的意志力象征 战斗力象征的这个 巴赫姆特要把它夺回来 那么第二个就是 要收复乌冬四个州 就是鲁干斯克 顿内斯克 扎波罗热 还有赫姆特丰 那么第三个阶段是进攻克里尼亚 所以最后的目标呢 是要恢复这个乌克兰在1991年 独立的时候的一个原始的国界 所以一般我们讲大反攻大反攻 但是现在的争议其实已经不太容许 在平原上做那种坦克大决战 或者是兵团式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作战 而是采取那种小型的突击式的 小单元式的那样的突击 所以我认为反攻已经开始 而且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 而且会三个阶段慢慢地 由小的胜利凝聚成为一个大的 大反攻的一个胜利 那么这是我对于恶无情事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那么我们就谈谈就是说到底谁胜谁负 很多人都认为就是乌克兰会赢得最后的战争 然后普丁会溃败 当然目前这个俄罗斯在整个 这个乌克兰的境内 有长达将近一千公里的一个防卫的一个路线 战壕啊地雷啊等等的 它的时尚传统的战斗力还在 但是战斗意志已经不行了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瓦格纳那个 不断地在内讧 还有这个号称苏联 俄罗斯精锐的第72突击率 也逃走了 那么现在还有 我昨天还听到一个讯息就是说 两架的米格29的战机 有没有 因为两年没有发薪水 它干脆什么飞向乌克兰向乌克兰投降 从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战斗力已经完全衰退了 再加上那个胜利日大阅兵 用台湾话来讲叫里里朗朗 这个坦克T-34坦克 那个是二战时期 现在其实已经到达了博物馆的 阿公级的那样的一个坦克 还拿出来做展览 要回收回去的时候还翻车 所以从这些总统技巧来看得出来 那么再加上乌克兰本身 它现在西方的武器已经源源 已经到位了 你譬如说像英国提供了暴风阴影的这个飞弹 这是一个射程在250到300公里的长程飞弹 另外德国30辆的鲍尔 还有泽伦斯基还想跟韩国要什么 K2战车 韩国的K2战车 这其实性能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些种种因素可以看起来就是说 俄乌战争已经形成了 乌克兰获胜和俄罗斯战败的一个结局 应该也是形成一个毫无悬念的一个定论 那么当然接下来就是说是 俄乌战争时期会面临到更为复杂的问题 我常讲就是说这个 怎么讲就是这个战后的这个收取 要比打仗还要困难 打仗开枪就打仗了 然后这个战后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非常的复杂 我认为就至少有几个问题 一定非常棘手的要加以处理 一个就是乌克兰重建问题 那么这个还包括就是说是 他即将加入北约 甚至加入欧盟等等的问题 这个是后俄乌战争 第一个要处理的一个战后的问题 另外就是俄罗斯的一个战争罪行 和他的战争赔偿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即使是普丁也许战败了 还能够继续维持他的政权 因为他国内的这个反对的势力 小于支持他的一个势力 但是他会受到的这个国际海洋 国际法庭终身的一个通缉令 这样的追击 他随时会有被逮捕的可能 另外一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永久和平协定的签署的问题 这要包括要进行某种国际的见证 还有就是俄乌领土的重新划分 还有俄罗斯必须要承诺 这个永不再去侵略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承诺等等的 所以这整个俄乌战争的情势 大致上以我看来 应该是呈现这样一个态势的发展 那么他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启示呢 对中共有什么样的教训意义 我觉得对台湾启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假如我们说 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台湾的话 我们台湾要如何去建构 以及培养我们乌克兰的那个 不只是抵抗的决心 死抗 抵抗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想活下来 死抗是怎么样 我是是抵抗 台湾是不是有这个精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 另外一个给中共的启示就是说 现在最近不是有所谓的武统傻子论吗 认为就是一旦中共这个武力犯台会视线作战 其实这讲都是真话 那么但是中共是不是只是在放椰木蛋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障眼法的做法 那我们还持续地观察 但是我想对中共很明显的一个教训就是说 我常常有讲的 一个错误的前提是不可能导致正确的结论 你对于台湾的这个病毒的野心 一开始就认为说一定能 一定要等等 你最后是不是要付出巨大的 你自己无法承受的战争成本 也要冒这样一场风险 这不是民主的伟大复兴 只是民主的一个最终的灭亡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油脂的节目